八方云集 两色和排骨 胡须张便当 三商巧服等餐饮业者 与台北市政府合作 设计客制化套餐 兼顾弱势市民的营养 全市已有近406个餐食据点 提供弱势市民多元选择的餐食服务 所以后来我们把这个爱新餐食升级变2.0 变台北爱新餐食王 但是说今天很多的赞助单位 包括八方云集 三商餐饮 胡须张 台北市有406个店家 合一增加3501个餐食据点 让这个爱新网更扩大 所以在这地方还是要 再把台北市民感谢这些共襄盛举的 不管是个人 还是这个店家 还是我们这些公司 所以这是应该是台湾第一个智慧型的便当机 也就是在各位看到所有的便当都是我们刚刚讲的 社会团体他们来提供 最重要的是它放在我们万华区的社会中心的一楼 每天早上11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 这边会让我们能够很多的街友 还有很多的相关的弱势的朋友 它可以取得这个部分 它可以到这边来热食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智慧型的便当机 谢谢这家公司特别赞助这个 我们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下疫情过后 无接触的服务也会是在弱势的协助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很重要的一环 市府以公司协力和全铃照顾为主轴 提供爱心餐食 洗食厨房等服务 今年除了原合作的爱心店家外 升级2.0的希望好食堂 每和三间连锁业者及9个餐食品牌 给予弱势市民希望与温暖为目标 并持续邀请民间企业及团体 共同响应充实台北爱心餐食网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